網絡集見 陳蘇貝雄 大家在網購的時候一定要打勝12分精神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Marcus 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是買了一架腳車的 如果你沒有看都沒有相關的 你可以按一按上面的link 說算我買了腳車之後 我就四位去拍照打卡 之後我就 post 上了我的 Facebook Instagram 那裏 身邊很多朋友就很羨慕 之後大家都想買一架腳車 一齊成大班去踩腳車 出去拍照打卡 所以我們最近的 WhatsApp Group 那裏都是很多關於腳車的資訊 昨天我的朋友就在我們的 WhatsApp Group 那裏傳了一個link過來 他說裏面的腳車賣得很便宜 問大家誰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如一起賣 分心中還可以拿discount 我當然關上熱流一起按進去看 裏面的腳車真的賣得很便宜 便宜到我甚至懷疑現在是老千店 我就立即 WhatsApp 我的朋友問他 你的腳車鋪其實是哪裏的 有沒有店鋪的 有沒有電話地址的 會不會是老千來的 沒多久我朋友就去WhatsApp那裏傳了資料過來 裏面有腳車鋪的地址 腳車鋪的照片 腳車鋪的電話 大家看到這裏就很興奮了 有腳車鋪的 有電話有地址的 應該不會是老千 到這裏我還是懷疑的 但是我就沒有把我的想法說出來 免得掃大家氣 之後另一個朋友就發了一個訊息 他就說 其實那間店鋪是在你家附近的 他下班的時候可以轉一轉過去 看一看 那間車鋪 如果對的話就幫大家買 我朋友這樣說 大家都很興奮了 就開始落定了 就說我要哪裏的車 我愛什麼牌子 我愛什麼顏色 大家都說得很興奮了 之後我再想一想 不對勁啊 如果你說他是老千的 我們網購 最多都是金錢上的損失 何包通呢 現在我朋友是親自去到他那個店鋪那裏 如果萬一 萬一他是老千的話 那我朋友由一個人 他會不會有危險呢 想到這裏我就不太放心了 接著我就再按一按下去 他的Facebook那裏看一看 這間腳車鋪 按一按去他的Facebook page那裏 大家就會看到最新update的相片 那這些相片呢 都是他們準備出貨給別人的 你可以看到一箱箱的腳車準備出貨的 那他都還是用JNT送貨的 很Pro的 那看到這裏我都會相信 他們真的是一間腳車鋪的基本操作 按下一點去看 你會看到很多腳車的相片 有很多Folding Bites 的價錢都是很便宜的 490 470 有些570 等等 再按下一點 你就會看到很多不同牌子的Rootbites 所以他賣的腳車款都是很多的 看到這裏我心想 會不會是無牌貨來的 又或者會不會是老鼠貨呢 這些腳車就算是二手貨 都不會賣到這麼便宜 所以我不會相信它會是真貨 之後我再仔細一點去看每一張相片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每一張腳車相片的Background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腳車相片 它的Background是灰色的 另外一張相片的Background是紅色的Gym 一間腳車鋪 哪會有這麼多Background 給你去拍照 如果大家有去過腳車鋪 應該知道我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看正常的腳車鋪 它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腳車鋪是有這麼多空位的話 老闆都寧願多放幾架腳車 哪會有這麼多Background 給你拍照 所以我更加肯定我的直覺是對的 之後我再按下去看 就看到有些客戶開始回答 就說他們收到貨 那些貨安全送到 看到這些回答的話 可能已經有很多人相信 這是一個誠實的腳車鋪 因為價錢的原因 或者我自己的主觀 我覺得它是一間老千店 但我始終不死心 接著我再按入每一個在post 那裡的reply 說他們收到腳車的人的facebook account 再看一看 按進去看之後 每一個account其實都有他們的相片 他們都有在他們的account 有sharing 有些新聞的sharing 有些post出來的 看到這裡我就懷疑 會不會是我自己搞錯呢 因為真的有sharing 有相片的 之後我再按下去看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他們每一個account的 但是一個post 都是9月24日出的 哪裏有這麼巧的 看到這裡 我至少有90% 相信現在是9000點 之後我就拿起電話 打電話過去的 我就心想看看有沒有人接 如果有人接的話 這樣都還可能 他不是一個老千呢 當然啦 我打了電話之後 這個電話是不通的 然後我就馬上拿起我的電話 WhatsApp我的朋友 就跟他們說 我看到的東西 我查到的東西 可能 可能我那個朋友 真是很想買一部車 所以他都 他都拿起他的電話 然後打電話給對方 然後他就說 不是哦 我打到 我打到給對方哦 是只不過人家沒有接的 會不會是人家很忙 人家沒有空接呢 然後我就問他 你是不是用WhatsApp call 這裏我要跟大家說一說 如果他是老千的話 通常這些電話 我們是打不通的 即是用普通打電話的方式 打電話過去是打不通的 除非我們用WhatsApp 或者用WiFi 用那些Apps call 我們才call得到他的 但是通常這些電話 都不會有人接的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對方就send a message 給我朋友 就說 其實我們是在做promotion的 我們只有delivery的 是沒有 你是不可以來到我們的店鋪買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都知道什麽事啦 肯定是老千啦 如果你是真的有店鋪 那為什麽你不讓我們去腳尺店鋪買呢 之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大家都一場歡喜一場空啦 在這裏我要聲明一下 我查得這麽仔細 不是因爲我要顯示得我自己有多厲害 而是因爲我真是擔心的朋友 所以我做多一點點東西 如果結果我是錯的 那間真是一間誠實的腳尺店鋪的話 那我都很替我朋友開心的 因爲大家都可以買到腳尺嘛 跟著之後我們就可以 整個大班一起踩腳尺 其實都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整件事我想總結一下的就是 網絡世界真是太多太多真假難分的東西了 怎麽可以避開網絡詐騙的風險呢 其實我自己有三個重點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選擇一個有順餘的網購平台 這些網購平台對買賣雙方都有保障 就算好像我們買家買到那些東西不喜歡的話 我們都可以退貨 而且現在退貨是不需要給delivery fees的 那你說是否更加值得呢 第二就是貨給三家 查家閘 老千其實有一個很慣用的手法 就是他們很喜歡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去吸引大家 如果買家是貪心的話 就很容易被他們騙到的了 第三這個很重要 就是Facebook賣東西其實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到目前為止 在Facebook賣東西其實我自己是有所保留 那現在科技發達 要P2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老千真的要騙你的話 真是易如反掌的 如果我們不仔細點去看的話 可能我們真的已經中了招了 現在這個時代就算是網紅 都可以在Facebook騙錢 何況是一個3567的Facebook賣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好想在Facebook賣東西的話 真是要查清楚 這個賣究竟是何時可以的 最好看一看它的review 看看別人的reply是否正面的 最好是check清楚一點 這樣就可以避免被人騙了 網絡集氣真是陳出不窮 大家享受網購的時候 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這個是我第一個廣東話的video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但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都沒有相關的 你也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好,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